dream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今天要來分享一下魔物獵人Rash體驗版的體驗心得 今天18個小時在直播試玩這款遊戲 那整個遊戲的節奏呢 阿伯覺得不錯 跟以往比起來有加快了一些 不過這個我們後面再講 因為等一下要先講到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他的這款遊戲啊 現在在1月8號到2月1號的下午4點 有試玩 只要你是任天堂啊 你有辦任天堂Account的帳戶 記得是Account 不是NSO 你就可以玩了 是不是非常好呢 如果啦 你要用網路連線的話才要有NSO 因為有的人還是會不清楚 所以這邊一定要講一下 體驗版這個 還有提供近距離連線功能喔 趕快下載 找你的三五好友 一起先來體驗這款遊戲吧 那先來介紹一下 我覺得以老玩家最有感的部分 就是地圖進化的方式 這次的地圖進化變成無縫接軌了 在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他區域直接標示出來 而且你在換區域的時候 是不需要讀取時間的 這點對老玩家來說非常方便 因為有些老玩家 可能不希望打鬥被中斷了 或是你被怪物打到別的地圖 因為那種被中斷的感覺 真的很不好 然後在這次的地圖介面 也很清楚的 讓你知道說魔物在哪邊 例如你看左下角 有兩個問號的地方 就是這次這個地圖上的魔物 所以不用再花時間去找魔物 當然阿伯不確定 這是不是體驗版就先設定好了 如果以世界來說 我們會需要 去採集一些怪物的腳印 之後你才能知道 怪物在哪邊 不知道這個系統 後面會不會加過來 那還有一點就是 除了怪物 BOSS好找之外 在介面上 他也提供了一個 可以找環境生物 在這個顯示裡面 你可以調整地圖大小之後 然後用切換類別L跟R 來找一下說 這次的新的強化生物 跟其他環境生物 還有採集的一些點 在哪邊阿 或者是選擇圖示清單這樣 這個功能來說 基本上非常方便 不過有一些東西 他沒有實裝上來 在世界的地圖上 他其實是可以 去針對地圖上的某一個點鎖定 然後他會自動幫你引導到他的方向 那在體驗版中 他這個箭頭是魔物的方向 奇妙吧 希望他後面會把 找素材這個指定的方向用出來 我覺得真的對 獵人來說 會比較方便 很快就知道 自己要打的東西在哪邊 這一代阿 在每一種武器的方面說明 其實在系統是有的 那伯伯會建議新手玩家 進入界面的時候 要開始探索前 先按一下你的加號 看一下上面的選單 在這邊的 獵人筆記裡面 會有基本操作指南 跟武器操作指南 這個我會建議 新手一定要 一定要來看一下 非常重要 這邊會有跟你講一些操作的方式 然後翔蟲的使用方式 或牆壁上施展的動作 跟操容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武器指南 在這裡 14種武器呢 在這邊的說明 應有盡有 雖然說有一些 比較 進階的案法 這邊不會教 但是起碼 你可以從這邊 看到一些說 你知道基本該怎麼用 而且他什麼招式都交給你囉 對 就好好的來看一下吧 體驗的內容呢 包括四種任務 一個是討伐蓮幼龍王 然後一個是討伐炮芙龍 跟基礎訓練任務 跟超龍訓練任務 然後還有超過30字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玩 不過有一個方式啦 可以把你遊戲的 存檔資料清除之後 你就可以再繼續玩囉 清除資料的方式 怎麼清除呢 你可以到設定這邊 然後到資料管理這裡 然後到清除儲存資料 然後選一下 你要清除的那個 遊戲資料就可以了 這是清除它儲存的檔案 所以只要這樣清除之後啊 那個30次就reset囉 那這邊我們把 這一個資料清除掉 清除後 我們再用這個帳號來開遊戲 就知道是不是還剩30次了 已經清除完了 因為連這個都要重設 你看這邊 大家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到2月1號前 是不是很簡單 那還有一個功能呢 阿伯也是蠻推薦的 就是以往在老獵人時代 我們用道具都要這樣 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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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使用對不對 那這次 有一個繼承世界的系統囉 就是注意看畫面中間 右下角那一塊 在左邊一點 有一個類比方向 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啊 直接去使用你的道具 就像我現在直接這樣 欸 它就馬上使用了 我直接這樣 欸 就馬上回復藥 那 有些人可能對這個模式啊 覺得不是很習慣 其實它是可以調整的喔 它在系統選單裡面這邊啊 你可以 換掉你想要用的道具 或者是透過選項 然後去改選操控 然後在捷徑操作設定這邊啊 選類型2 然後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按L鍵開啟快捷鍵 然後再也不用用這個來換了 我們直接按這個 按下R3的按鈕 你就可以馬上吃藥了 但對很多老玩家來說 其實是一個蠻便利的功能 那當然它也附贈了調和的技能 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 只要有減到相關的功能 它其實會自動合成 或者是你在用一些大桶爆彈的時候啊 這快捷鍵也是兼調和作用的喔 跟以前我們還要到旁邊那個地圖 去合成素材來說的話 確實方便不少 尤其是有玩過GU的老列人 一定會覺得 哇哦 真是方便了 我再也不用躲到卡卡角去調整 然後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我們是Switch 當然要有體感啦 什麼這功能 Switch竟然有支援體感功能 那我們一樣到設定這邊 按一下選項 然後這邊有個陀螺椅有沒有 嘿嘿嘿嘿 陀螺椅功能給它按下去 然後這時候 你就真的可以用陀螺椅囉 那這個功能啦 對有在玩射擊類型的道具啊 輕弩啊 重弩啊 或是弓 我覺得很方便 但是大家可能不希望行走這樣換來換去嘛 其實它有一個進階的設定啊 大家到陀螺椅功能這邊呢 這邊以陀螺椅進行一般視角操作 把它關掉就好了這樣 然後當你在瞄準的時候啊 這個陀螺椅才會正式啟動喔 那前面的這些功能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非常方便的 阿伯是覺得有啦 如果以老獵人直接轉 RICE的這一款來說的話啦 增添了很多方便性的要素啊 如果你是新玩家的話 阿伯建議你務必嘗試看看 那魔物獵人RICE對新玩家來說會不會很難呢 以阿伯的立場來看啦 我覺得不會 因為它有繼承世界的一些用法 就是當你沒有補藥的時候啊 其實你是可以回到帳篷裡面的 回到帳篷幹嘛 在拿補藥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武器你用的不順暢 你也可以在任務中 記得是任務中喔 直接飛回營地去換武器來使用 就不用怕說 欸我今天什麼道具帶不夠怎麼樣的 因為以往老獵人啊 在出門前啊 如果你有東西沒帶 不好意思 可能就要放棄任務 再重新來一次了 我相信這個設定應該蠻多人喜歡的啦 未來也不排除說 RICE會有連續大型魔物狩獵的感覺 就是你不用離開地圖 不用回村莊這樣 應該也會增加吧 因為世界也有這個設定在 以目前體驗下來的心得啦 阿伯會覺得 這款遊戲啊 其實可以算是世界冰原的延續的版本吧 只是它的風格是 完全東洋化的走向 比較多一點 尤其它是以 白獸夜行 明明是白鬼夜行嘛 的設定啊 來重新定義 魔物獵人出現的一些怪物 那可能會加了一些 鬼怪的設定 或許到時候會有一些 怪物的技能用起來蠻有趣的 加上這次啊 鐵絲蟲技能啊 其實它有分很多種 就是每一種武器 大部分會有兩招 不過在正式版來說啦 可能會有更多招式 畢竟我覺得兩招太少了 理論上會是一顆按鈕 對應一個鐵絲蟲技能 我覺得這樣是 比較符合使用方式的 或許在未來 根據不同的狀況 鐵絲蟲技能是可以換的啦 不過這是阿伯的猜測啊 如果你也覺得是這樣的話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 等到正式版出來的時候啦 應該有很多任務 或許是要解一些技能的任務 它搞不好一開始 也不是讓你技能爽爽用 畢竟是體驗版嘛 總是要搬出來比較大玩一點這樣 S4把武器呢 阿伯有在用的 覺得比較好用的 或許啦 還是太刀啦 然後因為有玩其他武器嘛 我覺得大劍也不錯 它的高傷害其實還蠻可觀的 就是一打下去可能會有300多滴 甚至可能更強 因為有時候就是自己的準確度沒有打好 每一種武器 其實都有每個武器的調性 玩魔物的話就是這樣 選到你一把你喜歡的武器 然後就上了 就不用想 呵呵 直接上了 或許也有 看怪來使用武器的打法也不一定啦 以阿伯來說 因為我是個太刀控嘛 大部分時間都用太刀 所以我個人啊 在新版上市的時候 我可能還是會用太刀吧 而且這次有多加了一個新的技能 叫做超龍 簡單來說就是讓你可以開著龍 鋼丹來玩的一個設定啦 怎麼樣超龍呢 其實就是盡量用翔蟲衍生的那個鐵絲蟲技能去打 你會發現有那個藍色的扣血狀況 當這個值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啊 怪物就會倒在地上會有個箭頭 這時候不論你按下哪一個按鈕 它是說攻擊啦 你就可以騎乘上去 那騎乘上去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蠻有趣的 不過它大部分都是以翔蟲的數量作為你的移動手段 或是可以使用特殊技能的手段 以一般來說啦 上去可能會撞個三次啊 然後落地繼續攻擊 或是直接衝去撞龍 就是直接衝去找另外一隻打 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是太酷了 不過我倒希望奇異龍的技能可以再多一點 我不知道是不是體驗版 我覺得沒有那個威力在 搞不好普通技能的威力還比較強大 希望正式版會再多加強一些 好啦到最後了啦 魔物獵人Rush阿伯真的是覺得一款做得還不錯的遊戲啦 因為目前還是體驗版階段 等到3月26號正式版出來的時候 阿伯應該會沉迷在這款遊戲中吧 因為我覺得它的速度感啊 比以前好太多了 打擊感的話呢 應該是聲音的關係 就好像弱了一點 不過也因為這次有加寵物啊 跟你的水蟲的關係啊 如果是四個人一起玩 加水蟲攻擊的話 其實那個畫面是很凌亂的 就是大家玩的時候 要注意自己的眼睛不要被技能閃下 我是這麼覺得啊 這不知道有沒有方式可以讓自己變得更明顯一點 希望老卡有辦法 解決這個視覺設計的問題 我相信遊玩的適應性就會提升不少 在未來它的一些遊戲的更新啊 我覺得都會從世界慢慢搬過來吧 我覺得魔物獵人製作人好像每次都是這樣 我不確定啦 就是加了幾隻新怪物啊 然後把一些東西慢慢移植過來 你可能以前看到那些怪獸都會再復活一次啦 個人是這樣想 雖然不是說不好啦 但是希望新的東西能再多一點 對 真的大概就是這樣了吧 OK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魔物獵人崛起 Rash的體驗心得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議啊 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跟阿伯講一下 那今天的 魔物獵人Rash體驗心得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阿伯 那我們就 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